去年北角衝突中 身穿惡智上衣的男子陳以俊被裁定襲警 藏有攻擊性武器以及拒捕罪成 判監十個月 他就其中一項定罪提出上訴 法官押後頒判辭 19歲陳以俊在去年9月15日 被影導向一個警察揮棍 他承認兩項襲警 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名 不承認拒捕 最終被裁定三項罪名成立 他就拒捕定罪提出上訴 代表律師說拒捕是需要證明警方是正當執行職務 而警方打陳以俊頭部一刻 已經變成不正當使用武力 律政司反駁陳以俊和督察對打之後 頭部曾經向後落地 那名督察繼續追打陳 但是從影片之中看到警棍收在空前 不可能向他頭部揮棍之後收在這個位置 又說沒有專家證供顯示 陳以俊頭部傷勢是警棍造成 法官押後裁決 律政司帶來 畁長